25人误打到 没有稀释过的BNT疫苗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疏漏了呢 院方声称的是 因为疫苗的瓶盖掉了 所以造成误解 这可能已经稀释过了 才会酿成误打乌龙 不过医师就点出了 有四大错误 比方说这稀释过后的药品水位 其实是会比较高的 会明显上升的 不难分辨 另外现场的医护 是否有在标签注记 包括了稀释日期等等的 这都是造成这起乌龙 发生的可能原因 英哥永福宫接种站 爆发误打事件隔天 照常接种 但现场改为亚东医院负责 三名医师六位护理师 进行问诊施打 虽然打的是不用稀释的莫德纳 但民众询问的时间明显拉长 出导在老人家身上 当然就会担心 希望他们往后能够注意一点 也应该自己自行瑞控要做好 恩主公医院误打BNT原医 一共有25人 介于18到65岁 9月18号9人住院观察 如今又在加一人 但冤方解释 这位民众没有大碍 只是采预防性措施 尽管冤方道歉 但误打明显就使人为疏失 包含他们解释 是因为瓶盖掉了 造成误解 但也凸显医护交接 是否不够确实 BNT的疫苗 跟乙稀释做成两个盘子 另外一个盘子之前 会贴上一个乙稀释的标签 整起事件也有不少疑点 像是BNT还未稀释 是0.45毫升的原液 含有类白色颗粒 而稀释要注入 1.8毫升的食盐水 肉眼可辨别 药品水位有上升 而BNT疫苗 平身上标签 早就应考稀释日期 提供填写 难道医护不用填写吗 或是恩主公益院做法 为比照其他医院 贴上乙稀释贴纸 加强辨识 今天施打是什么剂型 那它的稀释的方式 是怎么进行 那还要保存电的部分 要是进行去抽药 配剂量 然后再有护理师施打 为了避免误打BNT 台大更推出三读五对原则 确认萧綦和是否稀释过 同时也分三组人力进席 稀释抽取和施打组 降低人为疏失几率 医师也提醒民众 在接种前 最好先询问护理人员 是否已稀释过了 做适当提醒 一同把关 才不会发生类似情况 记者杨时许 曹昭人 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